在这个故事里 我扮演的倒霉蛋叫做 马尔斯阿普舍 是个独立记者 身处的地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 荒郊野外 这里啥都没有 除了巨善精神病院 是一封匿名邮件把我带到了这里 那个发建人声称 他在这里做了两周的软件顾问 说里面水很深 病人正在忍受折磨 需要有人来揭露真相 巨善精神病院 但是看着这个地方就觉得恶心 阴嗖嗖的 里面住着吸血鬼都不奇怪 这个精神病院 曾在1971年 因政府掩盖丑闻而停业 到了四年前的2009年 穆克夫精神病研究组 打着慈善的幌子 使之重新开招 方圆一英里内 收不到手机信号 不像是山里的信号丢失 更像是人为干扰 穆克夫是一个跨国企业 伪装成慈善机构 骗取投资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是之前一直在第三世界国家活跃 从没在美国的土地上这么干过 也许这一次我拍下的东西 可以扳倒这群混蛋 大楼的正门进不去 毕竟是晚上 门锁了也不奇怪 姑且就先这么解释吧 我为什么不白天过来 那是因为收到邮件后 我第一时间就赶来了 跑得快是记者的基本素要 在旁边摸索了一番后 我从一扇窗户翻了进去 借着摄像机的夜视功能才看清里面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半个人影都见不到 地上和桥面上还能看到血迹 整个地方就像刚被抢劫了似的 我摸索了一圈 发现所有路都堵住了 只有一个通风管道能走 上面的天花板在往下升级 我知道我要拍的东西 就在管道的另一边 进去还是不进去 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最终我还是爬了进去 进去以后 我从通风口看到一个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神经病 把我进来的门关上了 我特意回去确认了一下 锁死了 回不去了 我只能钻过通风管道 来到另一边 有个扇门扮演着 当我推开那扇门的时候 第一次被这个地方吓到 先是一具尸体 然后是更多 死掉的穆克夫科学家们 叼在天花板上 惨不忍睹 最恐怖的是 一个半死不活的战术人员 被插在了一根棍子上 他死前最好说的话是发自废斧地劝我赶快离开 这个地方 就好像我是他13多年的亲儿子似的 这里不只是被抢劫过这么简单了 简直是刚打完一场仗 但是目前拍到的东西就已经够搞个大新闻的了 前提是我能活着出去 那位13多年的亲爹告诉我 必须去到安全控制室解锁正门才能逃跑 我一路小心翼翼 生怕遇到什么杀人怪物 然而还是遇到的 那是一个重量级的怪东西 除了体型以外 脸部也十分定人音效深刻 就是用哪楼研磨器给自己整过绒一样 他力气大得可怕 单手就把我人背了出去 我整个人就像被打入了地狱 可以想象 头发里都是碎玻璃 还断了几根肋骨 视线模糊间 我看到一个穿自制神服装的面团脸老头 用十分猥琐的表情看着我 他说我是上帝派来救他的使者什么的 我可没答应干这活 缓过劲以后 那个胖子和那个怪装屁都不见了 我在到处是尸体的前厅里摸索着 寻找安全控制室 路上找到一些穆克夫公司的文档 大概可以解释这里发生的事情 看起来这个精神病院 在搞一个叫做瓦尔里德计划的项目 用所谓的形体发生仪 对病人进行某种危险的实验 毫无疑问 这个实验搞砸了 发生了暴乱 他们创造出的怪物 把这里的工作人员杀了个精光 说是暴乱 但是真正暴躁的病人也不多 有一些还是很文静的 我看见几个病人 专心地盯着一个花瓶的电视 就好像这又是一个宁静的夜晚 周围啥也没发生一样 这个画面真的很艺术 他们应该也接受过 形体发生仪的治疗 身体摧残的不清 灵魂也被抽走了 就像这台坏掉的电视 终于我找到了安全控制室 操作了一番后 等待大门解锁 这时旁边的监控画面 拍到了那个穿神服装的神经病 他拉下了一个闸刀 然后大楼的电源断掉了 nice 冒险还得继续 我必须去地下室重启发电机 不过我猜在此之前 得躲过那个胖子的追杀 我注意到他喜欢称我pick 这个精神病院这么多人 唯独不想被他这么称呼 到了地下室也不安宁 有个拿到的帅哥在里面等着我 看起来他并不是刻意针对我 仅仅是在包围他的甜蜜巢穴 赶走我这个入侵者而已 只是下手真的有点没轻没重 一番捉迷藏号 我终于启动了该死的发电机 目前为止 我已经在这里丢了半条命 然而噩梦远没有结束 当我回到安全控制室 再次打开大门的时候 脖子上传来一阵刺痛 又是神父 看来他是真的需要我留下来 他让我看了一段监控 画面里一群武装人员在飞来飞去 是的 我实在无法给这个画面做一个解释 神父说那是他的主人瓦尔里德的杰作 他不让我走的原因 大概是我还没跟他那位主人打过招呼吧 醒来后 我发现神父把我带到了一个精神病房里 希望那个变态没有对我做什么多余的事情 我必须寻找新的路线逃出去 这个区域很热闹 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 但是想找他们问个落是不可能了 有的病人在自顾自的尖叫 有的病人缩成一团难难低语 有两个裸男看起来是神父的追随者 隔着铁门盯着我 很绅士的讨论要用什么手法弄死我 还有个帅哥一声不吭地用头撞着柱子 我很确信这些病人都是瓦尔里德计划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都觉得那个叫做瓦尔里德的神秘存在 住进了他们的脑子里 流淌进了他们的血液里 他们每个人对此的应对方式不同 有的人恐惧他 有的人想赶走他 而有的人把他当成了神师 我看到一面墙上 写着跟随血迹寻找出口 这肯定是神父留下的 他说过我必须看到真相 接受福音才能离开 或比我选择只能跟着这见鬼的血迹走 去见证那些又蠢又疯的随便什么东西 我又看到了那个胖子 他把一个人的头扯了下来 嘴里念叨着什么必须控制住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 也许他并不是在制造问题 而是在试图解决问题呢 我继续跟着神父留下的箭头走 当我试图打开一扇气发门的时候 后后胖子出现了 怒气冲冲的砸坏玻璃冲向我 我只能像只蟑螂一样 哪里有缝往哪里钻 好消息是 跑得快是记者的基本素养 但我怀疑在这鬼地方 就算是闪电侠来了都得掉层皮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子的来头 他以前是穆克夫旗下 一个叫做斯潘德塔心理医疗中心的保安 那个地方专门治疗一些 退伍老兵的PTSD 胖子的工作就是观察监控录像 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就会出动 确保没人受伤 他真的很擅长以报之报 他块头大 而且参过军 在军队时是宪兵 去过阿富汗 其实胖子本应作为病人 而不是保安在那里 只不过他把自己的心理问题 隐藏得很好 平常笑眯眯的 但是背地里在他工作的地方 杀了四个人 包括病人和治疗医师 还把被害者的头收藏起来 那是他奇怪的癖好 穆克夫保险部 把这个事情压了下来 为了最大化减小损失 把这起杀人案 栽赃给治疗中心的一个精神病患者 当然穆克夫也不会就这么放过胖子 他们利用自己的员工 就像印第安人利用水牛那样彻底 他们把胖子送到巨山精神病院 作为瓦尔里德计划的治疗素材 一个杀人犯 经过他们的治疗会变成什么呢 答案是一个杀人魔 我说过 胖子本身就有心理问题 那基本是由学生时期周围人 对他的目光 以及后来阿富汗战场的精神创伤造成的 他老大不小了 还喜欢跟他孩童时代的玩具 粉色小猪猪睡觉 这些杀人犯都像是个神奇的孩子 这么说来 他称呼我为Pig就能理解了 或许他这是把我当成他心爱的粉红小猪猪 想跟我热烈的玩耍而已 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 这么对我掏心掏肺的人 夺过了胖子的追杀 我继续沿着神父留下的记号前进 更多的病房 更多的病人 有一个被束缚住的精神病 不断地向我靠过来 说我看起来很痒很顺滑 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形容 有理由相信 他如果不是被束缚住的话 肯定要对我做些什么 我在这个区域找到一些文件 介绍了一位叫做 鲁道夫·威尼克的纳粹科学家 这个威尼克也在病人的口中被提及 他很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威尼克1918年出生在德国 二战期间帮德国搞一些 用于战争的变态科学研究 二战结束后 美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叫做 回行针计划的项目 把那些纳粹科学家吸收过来 帮自己搞研究 于是1949年 威尼克移民到美国 在新墨西哥州 为政府做了几十年研究 后来过了一段退休生活 再后来他遇到了穆克福公司 他跟着家主要致力于药物和基因治疗的公司 可以说是干柴烈火 一拍即合 立即加入了他们 然后2009年 传出了威尼克去世的消息 同一年 居山精神病院 在穆克福的操作下重新开张 那么 一个死去的纳粹科学家 跟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继续往前走 来到了沐浴室 有个房间里写满了 瓦尔里德这个词 瓦尔里德是德语里的一种恶魔 专门折磨睡眠中的人 穆克福在这里开展的瓦尔里德计划 就是创造出了瓦尔里德 那么一个怪东西 这里的病人提到他时 就仿佛他是一个有形体的鬼魂 我觉得那个胖子已经够吓人了 但我从没听过其他病人提起他 他们怕的只有瓦尔里德 瓦尔里德把他们变成了 各式各样的可怜虫 我不知道如果我遇到的他 会是个什么下场 我希望他不存在 想把这里的人对他的恐惧归为精神分裂的妄想 但我当时确实在监控里撇到一些东西 但愿是摄影机出了差错 或者是这鬼地方把我逼疯了